How about high five? Yeah, good boy! 航空队原画抗战80周年图片展,并向抗战英烈群像敬献花篮。 此次与末叶一同访华的,还有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,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馆长尼尔·凯勒威。 他回忆到,外祖父与中国的情缘可追溯至1937年。 原华作战期间,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共同浴血奋战。 如今,跨越大洋的飞虎情谊历久弥新,成为中美友好事业中闪亮的灯塔。 凯勒威说,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,应该让更多人了解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共同浴血奋战的历史,并以此为纽带,推动美中关系进一步发展。 人们在美国,如果他们能够经历我现在现在的感觉,他们会有不同的观点。 所以他们会明白了荣耀和福利我们感觉。 我传续在在一个家庭。我们不常常会合同一样,对我们? 我们不常常会合同一样在家庭上。 我们不常会合同一样在家庭上。 但是我们不常会合同一样,我们不喜欢他们。 缅怀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。 凯勒威说,她将一如既往地为促进美中友好而努力, 尤其是让年轻一代了解历史和真相,珍爱和平,传播友谊的种子。 我们继续在一切。 我们全部都不明白,没有人账战。 我的祖父母有言的同样, 即使一只侍战士,他认为战士不不符合。 我们继续说的故事, 希望更多人听到故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